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守的一种打感 然后它整体的这种出手的球啊 包括控制啊 还是比较拿捏到位的 但这把球在进攻的时候 它给的顺势的感觉并不强 如果你想要用这把球掰 去增强你的进攻属性 那它肯定是不太合适的 但是呢在一些抽挡啊 在一些控制啊 对吧 在一些控制的这种感觉 还是稳定 很稳定的 所以说这把球掰呢 弓箭11 Pro啊 没有太多的这种旗舰版球拍的那种感觉 它还是总体来说啊 偏扎实 稍偏糖水 所以如果喜欢弓箭11 Pro的人啊 如果是1500左右一个价位 因为我做球拍的 我肯定是觉得不合理啊 但是各位都是大佬嘛 你们不缺钱的话 这把球拍你们买 大概率呢 是不会失望的啊 就是还可以 应该也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我现在换一把球拍啊 换一把我们的日本兄弟的日本版本 它长的是一样的 看不出什么区别 但是啊 我给你们说一下啊 这个日本的兄弟这把球拍 它打了好几个月了 我这把球拍呢 我就做了一支测评 就没动过 然后我们这个位置的刚号啊 它的这个球拍的刚号 比我的刚号还明显一点 我这买的中国版本的刚号 它已经都看不到了 你们看一下细节图 然后呢 我们再试试啊 日本兄弟的这个日本版本的啊 弓箭11 Pro 来 打高球 第二两个 进攻属性 差不多 这两把球拍 我说实话 给我的打杆 我并没有打出很大的差别 但是 如果你要在中国去买GP 日本产的球拍 好像的价格应该是贵500到800 不等 能把一把球拍 这种碳纤维的制品 可以 从200多 到300左右的出厂价格 能卖到翻十倍 可能全天下最专业的公司 一定是日本公司 还搞这么多版本 来 再来试试 抽两拍 可以可以可以 总体来说啊 我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区别啊 没有必要为了这种自己的虚荣心 去把自己比较差的球器 去怪在球拍身上啊 来 这是我们的天宫啊 天宫是我们用的 弓箭11 Pro同框拍框 140Z的中感来做的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实心中感 所以它的下压和抗扭 会更强一些 进攻属性上我告诉你 天宫的进攻属性是绝对比弓箭11 Pro的进攻属性 比较强一些的 而且我们整个天宫的小拍用的碳数是目前你在市场上能够买到最好的T800的碳数啊 来 给我试试抽档 但是呢 连贯上 因为这种稍偏一丝丝进攻的球拍 弓箭11 Pro会优化一些 那我们这把天宫球拍呢 其实它的打感是非常扎实的 比弓箭11 Pro还扎实 因为我们这种的实心中感嘛 驾驭它一定需要力量和技术 如果你这个小白 天宫这把球拍 我认为应该不适合你 小白的话 弓箭11 Pro是没问题的 有一定打感的球灵的兄弟们 对于抗扭和进攻有要求的 天宫是不错的 再来试试我们第二把 剑斧 这也是用的弓箭11的拍框 来 给我 这是一款 偏控球的拍子 吼 掉球 哇 控球 掉球 掉球 剑斧 其实我说实话啊 这把球拍呢 我们在进攻属性上是做加成的 你们能看到这边上的这些香精的这些东西 它里面是有架刻薯的 这是二三年一个涂装的一个新的工艺 你们会发现进入二三年之后 我们品牌新品的这些球拍啊 都几乎都在涂装上做了一些进步 因为每一年不光是拍子的模具 还有碳纱 还有这些外部的这些涂装 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灵感在里面 我们的品牌也是第四年啊 也一直在进步嘛 在学习嘛 但是我给大家的宝照是 天宫剑斧这两款球拍 都是45天是无理由退换的 我的网店淘宝店部国立元选 目前也是行业第一 包括我们的军神之刃 还有很多球拍 在抖音的羽毛球 销量排行榜里面也是名列前茅 所以我们的产品能做到现在 被大家认可 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心思 在这里也很感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 那今天的测评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1000个人心里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 所以我们底信45天 无理由退换的服务 也会坚持到底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回复 新年快乐 我给你们准备了起码 40只球拍是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 来试试手机 屏幕上是我的个人微信二维码 每个人都能成为我的好友 期待在朋友圈和各位都能成为 点赞之交